決戰關鍵在國會 今天是一個蠻特別的日子 因為是國會改革正式生效的第一天 而在生效第一天 對於藍白來講 我要趕快去查弊案 但是對於整個政治氛圍來說 政治攻防是絕對不可能上 你可以看到禮拜一賴清德提出要失線了 接著偵察院跟上 而在今天民進黨的立議院黨團 也出來看了記者會說 我們要來跟上 而在這過程當中你可以看到 這個徐曉青的出現 你可以看到陳玉珍的出現 現在這個法律 不管是在政治上面的攻防 或者是在論述上面的攻防 未來只會越來越多 而在攻防的背後我剛剛講了 查必是首要之先 只要之餓 必須要去先做到這件事情 而要怎麼樣去查呢 今天有兩位立法委員來到我們現場 分明是立法委員謝龍介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員葛如鈞 大家好 來龍學兄我們先談了 剛剛有談到非常多 從禮拜一開始 到昨天監察院 到今天立法院 民進黨也出來開結會 徐曉青還在外面說什麼 我要這一公尺的距離之類的 這樣來來回回的這種政治攻防 最關鍵就是因為 現在國會改革正式上路之後 你們要開始查 他們開始會有點擔心 會有點會怕了嗎 民進黨從賴總統我們清德兄要提出 明白的講就是支持事先 就是陷入了集體抓狂 當一個執政黨 他不是在野黨 執政黨集體抓狂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國家有多危險 國會改革第一個就是要調閱 我們去查光電 700多個案子起訴一個案子 起訴一個案子就圖利91億 整個台灣的鄉親一直在疑惑 那700多案只有一案有犯罪嗎 我昨天正式問了卓院長 對 他說有在查有在查 查到哪去 有在查 今天我們去調閱資料 我跟你講我不是吃飽沒事幹 我調了擺在我抽屜裡面 我帶回家去嗎 不是 公租於是 讓你們了解 雞蛋買多少錢 論文哪裡去了 疫苗買多少錢 快篩誰去買的 光電裡面有誰勾串 這是你們想知道的 然後我們要去調閱資料 一直在晚上 民進黨整個抓狂 他不知道會通過 我們沒有起訴權 但是國會當然要必須擁有調查權 調閱權 什麼資料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圍毆一條一條馬賽克 人家打馬賽克電視台 也頂多打兩三個 他的馬賽克是兩三百個 貼在一起變成全黑 這樣有意思 其實這兩天其實包括陳玉珍 包括許巧欣 都有直接在立法院這個 直接跟綠營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直球對決這樣 你是怎麼看 我早上也到那個直播街去 對 整個我怎麼二三十個人都轉過來看我 他們以為我要 以為你要進去 我也要進去 隨後我向左轉 我向左轉 恐慌是在恐慌怕什麼 我現在問大家 他們在怕什麼 你是怕我們調到什麼資料 假如這麼怕 那你就先來自首吧 坦白從寬 對不對 我會跟法官講 這個重輕量刑 他都有自首 而且你最好是有 窩裡反條款 所以 整個你們開記者會 有規定 那一條公共區域 有規定誰能走誰不能走嗎 沒有 怎麼一靠近 做差心扁 做差心扁 就是這樣而已 不然你在怕什麼 你怕我聽到什麼 所以我認為 這個郁珍也好 巧欣也好 去這裡去 有時間我有怎麼去 來 寶博是你怎麼看 尤其是 我剛剛提到了 在昨天的時候監院這個地方 他們他也出來講 他說我們也要來提示線之類的 但是 沒想到這個示線的 整個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 現在被形容 你們比誰都還黑箱 你怎麼看 監察院說要做示線 結果理論上他按照規則 就應該要做院會表決 我們國會改革法案 是符合相關的程序 我們也做院會的表決 結果監察院說你不符合程序 結果你要示線的做法 竟然不符合你 自己應該要符合的規則 也就是院會表決 這不是做了一個最壞的示範嗎 同時示線的相關的規範 在憲法訴訟法的第47條裡面 其實其中有行使過程 這件事情是一個要件 現在根本還沒開始行使 我們的調查也才正開始而已 你根本還沒有進入行使的狀態 你就提起視線 你到底在急什麼 所以作為一個阿宅 我們很熟悉這種規則 我們覺得大家就照規則來 清清楚楚黑紙白字 但是你如果不照黑紙白字 你還要說別人不照規則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有點不公平 各位委員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 你們現在任務編組收到出來了 照你現在目前來說 你被編組到什麼樣的任務上面 以及你旁邊的你這樣聽下來 你們要往哪裡 朝哪裡 查下去 打下去 我想這一次 不管是國會改革法案 還是我們接下來的查幣 國民黨是有史以來 最團結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認為所有的編組 一定都會互助合作 我作為一個阿宅 我想到的是 李小龍講過的一句話 Be water my friend 科技就像水一樣無處不在 我們可以從科技的角度來 協助所有的編組 到底他在裡面用什麼樣的方式 計算出了問題 數據出了問題 文件出了問題 有沒有追蹤編碼 我們一定都來協助 所以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會關注每一個案件 當然如果有個別的專業 也一定給他查到底 我們今天挑戰一題 也歡迎你來挑戰我 我們會在YT放上 各種的投票 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 回饋給我們 以上最新 主播